為什麼只有紅海 對啊為什麼都只有紅海 如果我說有電動車有皮膚 大家最近期的紅海 很大部分除了剛剛那些題材 都是有效的 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那誰買的嗎 對啊誰買的啊 股配有熱度 投資能致富 歡迎收看本週的台股熱度榜 首先邀請今天的來賓 David老師 朋友大家好 來到了本週的台股熱度榜 來萬眾矚目 來2317的紅海 股價來到了175 200塊會來嗎 16年來的新高價 其實這一波真的長很久 紅海已經漲6成了 所以紅海旅創新高的原因 難道跟它有關嗎 今天的主題喔 AI啊 電動車啊 還有電動車 搞不好還有別的理由 蘋果嗎 蘋果季上週宣布 將實施史上最大規模 而且價值高達 你說庫廠股啊 對 每1100億美元 100億美元的庫藏股 這個計畫之後呢 這個禮拜二 又舉辦了新的春季的發表會 一口氣推出了兩款的新產品 分別是 iPad Pro 還有呢 Air iPad Air 所以無論是效能 或者是它的外觀 都讓人相當的驚豔 那麼劉老師 紅海的題材下不只有蘋果還有電動車 那麼在這樣子的題材價值下 海公公的股價難道五月份就會到200 這關不知道 不好說 不好說 等我來跟大家聊聊 先來聊聊 這個蘋果圈季發表會最大的看點 來聊一下我們的這個 好 這個其實我個人是很期待 因為我前幾代的iPad Pro都有 是不是 我家已經好幾台了 這是果粉耶 沒有啦 因為iPad Pro好用啊 不是 因為手機螢幕不夠大啦 所以我就喜歡用iPad Pro 好 那個手機的媽媽手機螢幕 好順喔 破哏 好重點是呢 蘋果這個新的iPad Pro 我覺得真的啦 無論效能各方面 我都覺得蠻不錯的 是 但是有一點我不滿意 如何說不滿意 還有不滿意的原因喔 你看 新的M4晶片 棒棒棒 好棒棒啊 對不對 升級歐雷螢幕 好棒棒 好棒棒 但是你的價格沒有好棒棒啊 價格不美麗喔 256G的 最普通的喔 自WiFi的喔 就是iPad Pro 11吋的喔 是 34,900 什麼 34,900 34,900 比起舊款的 過去幾個世代 因為之前iPad Pro 11吋256G的 都是255左右 那基本的薪資根本買不起嘛 不不 這根性的薪資沒有關係 好好好 三萬五千多耶 你會對於我們這種 已經長期習慣 習慣使用iPad Pro的人 來講 我幹嘛需要我類呢 我為什麼需要我類螢幕呢 也是耶 坦白講 以我這麼眼拙的能力 不是看不太出來的 那我有個疑問喔 他竟然是把AI的晶片 放在Pad裡面 對 不是 沒有沒有 放在Pad裡面是正確的 為什麼 來來來 我們先看一下 蘋果呢 以全球36%的試占 站穩這個平板的龍頭 就iPad啦 這合理啦 iPad一直都是 整個蘋果裡面很強向的一個 一個硬體 但最重要的是 iPad過去是賣你25000多 那是Pro喔 如果是iPad Air就便宜囉 對不對 滿通口的 都說他當然試占是好的 因為你整個蘋果 跟他整個蘋果生態鏈 這個相關的環境 組合起來的 其實你是果粉的話 你就知道David在講什麼 你大概很難拒絕 iPad Pro這種產品 而且 剛剛平常不是聊到那個 為什麼AI晶片放在iPad裡面 對啊為什麼放在iPad iPad Pro其實一直以來 就是蘋果希望能取代電腦 的一項產品 iPad Pro 理解嗎 以前iPad Pro不是有出一個 那個巧控鍵盤嗎 對不對 iPad為什麼需要鍵盤 他組裝起來不是像電腦 對 然後為什麼他需要一個筆 做筆記 所以很多學生是拿iPad做筆記的 這真的 我們叫小朋友 就拿iPad做筆記了 所以 這些程式蘋果真正想做 所以為什麼他把 這一個AI晶片放在iPad Pro裡面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個人在猜想 因為蘋果這幾年 一直在做一件事 他把一些那個3A大作的遊戲 放進去他的手機 就是整個蘋果的生態裡面 iPad Pro搞不好也可以 所以這應該是他的考量 好喔 那說到了iPad 其實我們在錄影前 有聊到一個玩笑話 好 iPad 來 評語完 這個有的另一隻鬼 買iPad之前 生產力 生產力競爭力 買完iPad之後 變成是 i7 還是 原本人聽不懂 你是Netflix 還是你是Disney Plus 其他的軟體 還是你跟我們一樣 3個都有 3個都有 小朋友才選全都要 對 所以好像沒什麼生產力 的確是 到最後就 好像那個看劇 追劇 其實那個大螢幕還蠻舒服的 所以那應該買13吋的 這下好像有13吋的 iPad Pro 13吋 好啦 玩笑話 玩笑話 做筆記做筆記 對 來看到我們iPad的供應鏈裡面 來這些 我是告訴你 這一波iPad的供應鏈裡面 有漲的 其實跟iPad沒什麼關係 你看吧 紅海有漲嗎 有啊 瑞宜有漲 所以村都沒去 其他人都沒去 欸 不對啊 為什麼是瑞宜跟紅海 對啊 因為 944跟946 老師你破梗了 所以他長的 海公公長的不 好啦 海公公我們等一下慢慢聊 但是其實 你看長的不快 其實就是944跟946的成分股 好 老師那說到了晶片的研發 就會想到了台積電嘛 對不對 第一把交易嘛 第一把交易 但是他的產能真的很緊繃耶 不過都啊 客戶太多啊 做不出來啊 那股價826不會是電話板 不會 台積電的826不會是電話板 但是你現在要馬上衝上去 不容易啦 給他一點點時間 對 既然都做不出來 他又是第一把交易 所以產能滿載是必然的 我們來看下一張圖就很明顯 好 來來來看一下 其實最近大家在講這件事 為什麼會說全球的科技巨頭 都在自研晶片 對啊 其實就是軍備競賽 講白叫軍備競賽 蘋果 Google對不對 大家都在做自己的晶片啊 然後那個Amazon誰都是啊 Meta也是啊 大家都在搞自己的晶片 那你去回頭看 怎麼全部都台積電 對啊 對 全部都台 就大家在 軍備競賽 那真正的軍火庫是 台積電 主要供應鏈 應該說全球最大的供應鏈 所以我發現台積電一直不斷在全球設廠 其實就是要滿足這些需求啦 不過目前來看依舊供不應求 這是必然的啦 這產能是滿載的一個情況之下對不對 最重要的就是在我們講那個COAS這個部分 是真的非常滿 是 那為什麼大家都要研發晶片 那晶片研發歸研發 那實際量產 要時間 要時間 但是你在這之前其實對台積電或台灣如果有些公司 有辦法參與去研發的 那必然是受毀的啦 哦 原來也是需要時間來 這需要時間 對不對 那剛剛聊到了台積電 那我們現在來看鴻海 鴻海 鴻海在四月的營收其實是一舉預估了五千萬的大方 真的是好棒棒 他真的很強 很久沒來了 他今天就過不來 但是他的這一波股價也是好棒棒 所以200郭董要退休了嗎 你們郭董不是已經退休了 他先退了 他早上退了好不好 那200是要來啊對不對 當然啦 200來就很多好朋友們 喜歡純鴻海的朋友們 當然是好事啦 嗯哼 但真正的重點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營收之外 其實幾個關鍵 第一個 鴻海今年是穩定穩健增長 對 那幾個主題 其實鴻海整個講到最大的重點 一個就是 AI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最後面內向 就是原件及其他 那個東西指的就是電動車 哦 老師 可是電動 說到電動車不是 先跟大家說一下 電動車當然是一個 殺紅眼的市場 真的喔 就是鴻海市場 哦 真的耶 對 一語雙關 但是 電動車為什麼變成 這個鴻海成長的組裝 是因為 難不成鴻海是跟你講 iPhone組裝嗎 應該也不是吧 不是 他一定跟你講新的嘛 所以整個展望 當然是講新的部分 就是有在增長的部分 但我建議大家只看AI就好 好 因為真正的AI才是重點 不會是電動車 好的 AI才是重點 AI才是重點 因為電動車 全球市場其實越來越飽和嘛 你看Tesla那麼軟就知道了 但中國市場殺成這樣 你也知道 真的是消價競爭 沒有 電動車35萬就有了 它更便宜的你知道嗎 好 它怎麼餅得過這樣子的 大家知道 中國大陸電動車 出頭萬人民幣就有了嗎 10萬塊人民幣就有了 哇 對 就是那種普通那種 家庭用減配版 可以可以 你說那30萬人民幣那個是性能的 那是小米那一台 就性能版的 超美的 普通的電動車在中國大陸 10萬塊人民幣以下就有了 10萬以下 台幣40萬不到 對40萬不到耶 是真的有 好 那既然持續的穩定成長嘛 嗯 那麼剛剛聊到的4月的營收是 暴增 主要是紅華先進啦 暴增啦 那當然是代表說它現在真的 開始做量產的動作 因此它會暴衝嘛 嗯 可是Depia是跟大家講喔 真的 電動車這個目前來看的 狀況是不明朗的 嗯 因為你紅華先進 電動車做出來 當然這是一個 一個里程碑 對 就是一開始賣了 那主要市場是台灣 嗯 對 只有台灣咧 只有 你要跟中國拚嗎 拚拚不了耶 這個很難喔 真的超難的 這個很難喔 這個很難喔 唯一我們可以想到的 就是說 當大家如果用了這樣的電動車去 的平台去生產的話 那電動車的車門向下壓 嗯 以後你的電動車的邏輯 就跟你用手機很像 嗯哼 就是說我不是只賺電動車的錢 對 我賺的是後端服務的錢 喔 那這個這樣講就比較合 欸對對對 因為你不可能只賺造車賣車 因為電動車越來越燙 也不可能就 對啊 你這麼一次嗎 我打個別包好了 你看你用蘋果的朋友 或者你用任何手機的朋友 是 真的是 人家是真的賺手機的錢嗎 那只是一小部分 他賺的都是後端雲端服務的錢 嗯哼 對不對 或者是你在上面買東西 對不對 大家知道蘋果 一個叫蘋果稅 就30%那個 蘋果很大的收入來源 收入來源是那塊 在那邊 對 喔 所以不只是一次性消費 你會不斷的 不斷的 先賣你設備嘛 再賺你維修保養嘛 你用邏輯嘛 對耶 好 那對不對 那鴻海現在已經來到175了 那鴻家軍 鴻家軍領軍上來 其他的相關工業鏈 會不會也跟著吃醬喝辣 來我來再看一下 嗯 好啦實際上很明顯喔 長的是誰 就鴻海 鴻海 就他而已耶 我差點查過了 剩下幾乎都沒怎麼長 就他而已耶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只有鴻海 對啊為什麼只有鴻海 如果我說 有電動車有 大家最近有沒有注意到 昨天星期四 944 00944跟00946 DTF上了 對不對 946的第一大成分股是鴻海 10% 所以他是因為 所以近期的鴻海 很大部分 除了剛剛那些題材 對 都是有效的 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那誰買的吧 對啊誰買的啊 就946 所以他也是被 ETF這樣子拱上來的 就跟之前一些 我們講過的一些高危機ETF的 概念是很像的 對 那往往這些ETF一上來之後 真的上來之後 通常股價就不動了 嗯 所以你說 5月份能不能200 我個人保持一個大問號 對 所以你看 他是一個00946成分股 對 第一大 10% 10%真的很猛欸 所以他這樣子一路馬上 那我要幫同事朋友問一下 那既然吃豆腐的時間會有一個 沒有你吃豆腐是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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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過了耶 豆腐不能亂吃啊 你也知道豆腐這種東西 保鮮期很重要 欸對 對 沒搞好不見得變臭豆腐 變爛豆腐 那就不能吃了 喔 這個時間點也是很重要 已經過了 不要再蹭豆腐了 所以00946破發也是正常的囉 昨天破今天又再破 又再破了 聽說今天指數漲100點喔 怎麼946還在破呢 你看了940再想想你 94696 邏輯上都一樣 那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一個季度之後 請問946會不會換股 會啊 那鴻海已經漲這麼多 不會被換掉嗎 欸對耶 他會高的換低的 好 給大家參考 好喔 我們94496 也不歸地幣管 我只是跟你講說 我觀察到的事實 會長什麼樣 好 有任何股票的問題 記得留言給我們 記得幫我們的節目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有眾你想問的 趕快幫我們按個讚 持續幫我們的按讚喔 來本週Top10的部分 來看一下誰在榜單內 我先講喔 這個Top10 我仔細看了一下喔 我看不出方向 因為很閃 真的非常的閃 族群差異性很大 而且很閃 對 所以目前來看應該是說啦 台北股市有點資金 就是小股票亂串的現象 沒有明顯的方向性 如果說你要說 真的有方向性 台北股市這禮拜最強的喔 是 航運 貨櫃三雄 是 就之前跟大家講的 貨櫃航運這三檔 下半年會來 那上禮拜就發動了 對 昨天萬海漲停 今天萬海又漲停了 又漲停 楊明也漲停 楊明也漲停 你看看 所以老師 那今天漲了100點 都是他們工錢的 No 今天星期五漲了100點 貢獻的是 台積電 金融股 金融股撐盤就 所以金融股撐盤 加上航運股漲停 會等於什麼 你要小心 好喔 好 持續來關注本節目囉 來本週其實蠻多的 投資好朋友問了很多的股票的問題 對 有些問題問得非常的好 有些股票的問題 留言給我們 如果 記得 問題要寫得 清楚一些些 我看到大部分 你要寫清楚 我們就會幫你回答 好不好 是的 來 步伐有很多重複性的 我們就同意回覆了 來 首先呢 這個 俊傑同學問了 他說廣運 索羅門跟英記這三檔 誰比較有成長性 是 坦白講啦 索羅門跟英記都是題材股 我看不出來 他到底銀色有什麼成長性 一個是機器人 對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什麼ping的嗎 AIping 反而是廣運 散熱族群是真的有長線潛力的 那不是 因為廣運是散熱沒算便宜的股票 領頭羊就是那個 雙紅旗紅 是 所以我建議好朋友們你 一起看 好 他長多了啦 可能會休息 但我覺得今年每年大概都還有 所以比較長線 好 再來 CPU的 震發會不會動呢 目前還沒看到顯著力多 所以你問說50塊會不會來 我都還沒看到力多 他都已經長這麼多了 所以我說真的休息一下 這樣修正的差不多之後 這樣就會來 因為我覺得他整理還蠻漂亮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好的 來下一個 老問題很多人問敦泰 敦泰還是跟大家講 下半年有機會嗎 敦泰下半年會來 所以他如果來的話 大概就會超過100 但是因為現在還沒 對還沒 所以我還不急著買 懂嗎 他會來 但是我還沒看到買一點 所以我不急 再來 華漢會不會搞細巴 首先華漢是鴻海的對不對 有沒有注意到鴻海牆 華漢沒中 因為華漢是IPC的啦 IPC最好就是這一檔 他在轉型AI嘛 所以這一檔股票我認為 IPC這個族群是屬於比較科技業 比較後面才會上來的族群喔 比如說行情漲一大段的話 後面才會上來 所以我猜他下半年應該會來 來的時候應該就會超過了 超過你想要的數字 好喔 要 休息一下 對 還有新權 會不會到88.6 坦白講現在真的沒有發動的跡象 所以我不敢跟你講 88會不會來 他拉回了有一段時間了耶 現在真的看不出他的買點 他還沒有發動 好 下一個一樣 就創回敦泰 這兩個都一樣 買點還沒有浮現 所以我還不出手 你們再等等 好 他後面還是會有 但是現在還沒來 還沒輪到他 這兩個比較好玩 適合 適合 大家知道適合是半導體設備的清洗嗎 郭先生問的 對 這個問題很好 適合是好股票 因為半導體好嘛 整個台積電好嘛 他當然做設備清洗是好的 但是問題在於說 這家公司的穩定度很好 但成長性沒那麼好 知道什麼意思嗎 所以你說他股價會不會 129我覺得會來啦 但是你說他很好的 大幅的躍升比較難 對 因為他就是一個偏穩定的股票 這樣大概理解吧 他就在這個區間內 110到110之間 但是他是好股票 他是好股票 因為他這個獲利能量是很穩定的 好的 後來 22368金像電 成本230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現在還沒發動 對 不過你不用擔心 按照金像電的股性 發動的時候 來得很快 只是他不動就會 躺在那邊躺一陣子 對 你會看起來很醜 但你要等他動 所以你的230會來 好 下一個問題就尷尬 雅翔 為什麼說尷尬 944的第一大食物叫雅翔 對 不可以去蹭豆腐 為什麼 你看你蹭完之後就回不來了 要很久 這個問題就像上次問我說中美禁一樣 誰帶你去蹭的 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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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起來雅翔也是 所以你剛剛等很久很久 350呢 要等很久 真的要等很久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雅翔 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他長的理由其實就是944 那他944上來之後就不行了 是 所以現在要休息很久了 因為雅翔之前也是其他高股息ETF的成分股 所以我就很怕你們這件事就是 你買的是高股息ETF 但實際上這些ETF都是在賺價差的 對 所以他把股票拱完之後他就不玩了 那他當然就不會來了 所以他長的理由就是因為ETF 那ETF 他如果換股票呢 對耶 那他不是沒了 對耶 ETF一計換一次他不就沒了 所以雅翔真的我不知道會不會來這300 我要整很久很久很久了 好 廣環科很像振發嗎 我不曉得像不像振發 不過廣環科的長的理由只有一個機器人概念 概念股 為什麼是概念 索羅門 然後6188的廣民 3287的廣環科 那我問大家齁 你有沒有看過他的營收 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他是概念 有一站就好 一站就好 好 請問要不要來做參考 再來 審準要不要記住是正常的 我講過了 下半年會來的股票 包括手機相關很多下半年會來 消費金電子的下半年會來 這是神嘴也是 但是近期因為沒有買點 所以我不能夠確保說他發動了沒 因為他沒有買點 他有那個明顯有買進的訊號聲明說這個來了 對 所以如果你這個華哥哥問的 以後當然會 因為我不知道他哪一天會來 所以我現在不能跟你講說要等多久 我們知道他未來會好 但我不喜歡你等 對 我們真的有動的時候我們再來就好 好不好 好的 好這個美美的問題就非常非常好 國碩跟碩盒誰有看頭 當然是碩盒啊 今天兩檔到漲停喔 可是你要記得喔 妹妹 永遠是先發動碩盒 國碩是那個 你知道同集團的跟屁蟲 國碩是媽媽啦 碩盒是乖兒子 但是乖兒子的股價永遠都領先媽媽 所以碩盒比較好啦 國碩的就是 就是碩盒漲一大段 我說他會來一下下 但是這個題材 因為他是太陽能相關的 就建議你就是 不要太長期持有 因為他就是每次一大段最後就沒了 碩盒沒錯 就失火了 他不是一個很長線的總股票 給大家參考 好 我覺得每每問的問題都還蠻 他每次都問這種比較題 對真的耶 好 下一題達利 我先跟你講達利是營建喔 可是老師你 所以我講過營建股要錄帶為安喔 對 營建股要錄帶為安喔 你不要再報了喔 錄像時間就已經過了 請落袋為安喔 Stanley同學請落袋為安 營建股都一樣喔 好 後來941可不可以買喔 941當然可以買 他不是高股息啊 他是成長性的族群啊 但是941我個人建議啦 如果你 要買的話 如果指數有修正的時候 簡綴好啊 現同學 那現在就修正啊 沒有 最近指數哪有修正 現在要2萬多啊 指數修正不是他修正啊 指數修正 你不要說 欸老師這個看在15塊附近有點破發 人家曾經有噴到17塊啊 你有發現他跟高股息不一樣 高股息一開始就直接破發了 對直接破了 先破再說 這個人家還給我先給你來一段 所以這相對就比較好一點 好的 好再來1560的中砂 300塊會來嗎 要等啦 要等 因為短線整理時間還不夠 所以近期不會來 最近是不會來的 好 有些股票還是要等一等 中興電 中興電 我認為中興電 近期應該要有機會啦 因為畢竟喔 這張股票 包括整個重電題材 其實也修正 修理 修期大概一個月左右了 嗯哼 所以近期可能還會有機會再來一波 但是我不太確定是什麼時候了 那近期看起來是有機會的 那幫同志問一下 重電股有四個嗎 四檔嗎 華城中興電 華城亞利中興電的事件 嗯 那這樣就股價來看的話 它不是一個最便宜的 對 它也不算貴180啊 對它也不 因為最貴就是華城嘛 華城 八百多了當然虧啊 沉浸到千金耶 接近接近 所以老師 那關於重電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適當來做假差囉 我覺得就是做假差啦 因為重電的部分就是 台北股如果指數比較震盪的時候 重電容易發動 嗯哼 那當然因為它前面已經漲多了啦 對 所以就是做短假差就好 好短Trade 有賺 有賺就跑一趟 就跑一趟 探著10%就來著 也是可以 好來到了本週 其實有沒有發現 指數就是在高檔做一個震盪 指數高檔震盪 這一半指數能夠撐這麼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94跟96嘛 對 對不對 你看紅海漲那麼多 真的 當然撐住啦 可是你扣掉紅海之後 其實蠻多股票這一波 這個禮拜 是回檔的 對 這一點要和你小心 你把它拆解開 下盒你小心 不要只看指數 那選股的部分呢 要選 好下禮拜呢 對呀下禮拜 不好意思喔 這裡還是不給你股票 我不是要你買四星喔 那那那那那 我指的是你注意看喔 台幣股市近期還在兩萬零六百 對不對 我們離錢高唇兩百點 對兩百點 四星破地 所以為什麼我告訴你上禮拜賣掉 你看是不是這禮拜賣掉 真的耶 我說說法術會前你三百塊 兩千八買嘛 三千一賣掉 三百塊賺起來 真的 你上禮拜賣三千一三千二喔 所以還沒跌完嗎 沒有 因為講過很多次喔 世新 我在跟大家講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也蠻好笑的 世新四月營收公佈 創歷史新高 可是 股價破底 對啊 沒有不好啊 所以這件事要小心 為什麼要小心 這條台北股市一定還有修正的可能 外資不僅連五零六零七賣了對不對 對不止 重點是外資還不改口 他還沒改口 就是大摩啦 4880 大摩什麼時候要改口呢 對 什麼時候改口呢 我們期待一下 好 我記得持續來關注本節目 在股市指數在震盪過程當中 到底還有沒有投資結尾 當然有 有 如何找 就是你要去抓一下 你明明知道台北股市現在位階比較高 那第二季震盪是難免的 所以說一定要有一個風險意識在就是說 我現在短線是不是有些股票會議了解了 畢竟前面漲多了 對 甚至有些 到了萬一真的被我們遇到了震盪的時候 你前面有賣的朋友 你就有錢回來撿 你又可以多賺一趟 也是 這個態度才會在這個時候操作 你會覺得比較輕鬆 好 感謝好朋友們 節目一直看到結束 對 感謝各位 也希望大家今天節目對你是有幫助的 也提供給好朋友來做參考 節目最後再次感謝點法師 投資讓人幫 記得每週來看榜台股熱度榜 下週見 下週見囉 拜 整理過的 因為指數如果震盪的時候 有一件事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說明明大盤還沒跌 可是股票已經破底 像是新帳 M3E也是 這代表台北股市 萬一真的修正的時候 那些股票可能又會再來到 所以這件事是要特別留意的 但同時也代表著 你會有非常好的減便宜智慧 因為一頂台櫃桃 對 每次都這樣 別人停損點就是我的買點 可以嗎 你知道 那你就不多說了 法官投顧 所推薦分析 特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的易關系 本節目指導請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付為判斷 實施評估並字付投資風險 法官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次第015號